接下來練習這個是爬格子 建議從第五弦開始練習 各位在畫面上看到我左手食指的這個部位是吉他的第五格 可以看一下 1 2 3 4 5 第五格 食指按的時候 有的時候有的老師可能會要求你用指尖 或者是用指腹 因為指腹去按的時候有時候可以悶掉第一弦到第五弦 這些建議都是對的 那看情況使用 來囉 我們彈第一個音 第六弦的第五格 爬格子就是說讓你的每隻手指頭都依序的彈下一格 所以當食指彈第五格的話 中指就是第六 無名指第七 小指第八 再一次 下一根弦 吉他的第五弦 也是一樣 好 剛剛彈的這三根弦 我都是用右手的拇指來播的 接下來播第三弦的時候是用右手的食指來播的 再來第二弦用右手的中指來播 再來第一弦用右手的無名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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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個連續聽起來是這樣子的 可以倒過來彈 從最高的音開始彈起 第三弦開始 再來第二弦 注意右手的手指 要稱呼 要稱呼 余 failures 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